在新北林口警方又逮貨不法分子 有人透過外送平臺買賣喪失煙彈 而警方就和外送員一起合作 一口氣逮捕了買家還有賣家 最終巡線抓到了藥頭 而這名藥頭行為其實相當惡劣 是因為他曾經在今年的二月 開兵試車獨駕 撞死了一名夫人 白衣男任在原地被原警團團包圍 因為他要領的外送並不單純 另外一頭賣家同樣也被警方逮貨 原來他們透過外送平臺交易新型毒品 依托咪指 也是俗稱的喪失煙彈 而警方會盯上他們兩人 就是因為外送員在接單途中 發現內容物相當可疑 趕緊拿到派出所報案 果然裡頭就是毒品 警方決定和外送員合作 不只逮捕買家 趁外送員交錢給賣家的同時 連帶也將賣家一網打盡 丟什麼東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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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後警方持續溯源 鎖定上油藥頭許姓嫌犯 前往他的住家百人 還在他家搜出煙彈空殼 煙油以及K他命 而他不只販賣毒品 還曾經獨家 今年二月 他在新莊區開著賓士車 撞死一名富人 當時他聲稱因為檢手機 才會誤踩油門 訊後五萬元交保 如今不知悔改 繼續販毒 被裁定羈押 謝謝綜合報導